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济学专业 大肆在读 大学期间我开过网店 尝试校园创业 然后还做过家教 还做过很多场励志演讲 然后还担任过一个慈善助学基金的形象大使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 想寻求一份教育培训相关 或者互联网行业相关的 或者各位老板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各位老板好 各位老板好 来 你个推荐理由 各位老板看建平的简历 我告诉大家 这个字写得非常的漂亮 就是用嘴写成的 写成这个情况 非常的有笔风 并且写字的速度不亚远 所以就凭这份简历 就凭这个字 我就推荐你 在他的字面前真是惭愧啊 来 给我一支笔 我看到现场写下他的名字 看 来 什么笔都可以吗 呃 可以 来 我帮你拿着纸 可以 来 看一下啊 下面的三个字啊 注意啊 我们平时写毛笔都是夹在上面 都感觉悬着写很难写 他只咬了前面的头 但他写的还是这么刚净有力 不容易 你的手是怎么回事 我的手是小时候五岁多的时候 那个一场意外出电事故 当时做了两次截肢手术 你这个两只脚家里的活都能干吗 洗脸啊 刷牙啊 穿袜子 我自己是很多年 就是说一年前很多事情都是不能做的 后来我知道 一年前 对 一年前 我知道我马上要离开校门 我觉得我应该独立应该自立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双臂对我来说 我所面临的 所承担的所有东西 对啊 你把那个丝袜拉一拉 然后中间找一个 就可以加进去了 把牙手 来 先摆好pose 老师待会要演示了 这是黑影幕术有史以来最神奇的一幕 来 你上次演示一下 好吗 需要我怎么配合 放在那就可以 好 放在那 关键还要挤牙膏 对 还要挤牙膏 就是纸背子平时塑料的背子不会倒 我平时刷牙就是这样的 其实刷牙最难的是脚能伸到这 这个是挺难的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动作开始 大家伙都拿脚趾头夹好牙刷 看是否能够得到你的脑脖子 我们从沐妍开始 来 沐妍 来吧 你做那么高呢 你够一下看看 沐妍 不准用手 不行是吧 行不行 不行 挑战失败 老叶 来 老叶 你根本就够不着嘴啊 够不着是吗 韧性不好 肚子歇应该也可以啊 你那么瘦 来 够一下 诶 可以啊 掌心鼓励 你现在瘦 你太瘦了 没问题 没问题 来 管人 你那不分 你那不分 他用手 一手使劲 不能用手 脚也不跟进去呢 不能用手 不是 你那感觉 你那感觉是想用牙刷把自己戳死 是吧 刷牙那个环节 我看到各位老板就在台上 这个用脚刷牙 呃 肯定有个词不太恰当 就是洋相板出的 把牙刷放在脚上那一瞬间 我就会觉得太艰难了 哎 我 喂 我说 哎 孟宪萌 你说你刷个牙 你舔什么舔 这是你的习惯性动作 啊 你毛都反了 哎 郝颖的韧性还是不错的 你那这脚可以吗 哎 对啊 郝颖 你可以给自己刷 你能用你的牙刷 帮孟先蒙刷吗 这个 这是很大的挑战 你们要学会互相帮助吗 这个我做不到 我觉得这个挺简单的 你做的别动 我直接跟你来这刷就好 好 来 来 我们来看段冬啊 你够得着吗 没碰着嘴啊 没碰着嘴 亮丽而言 你那是洗脸啊 就是看到他们这种 很生动的一个画面 我觉得其实 无形中这个垃圾呢 我跟他们之间的距离 啊 不错 哎呦 真刷棒了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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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那个驾驶 牙刷都不用了 直接用大母哥刷就可以了 好 这里身材最好的王门刚 试一下 我努力啊 哦 哦 我可以吗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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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别人是 水快熟了吧 不对不对 人家牙刷碰到了 气快没了 不是对啊 人家健平啊 是腿很轻松的在动 王门刚是 脸子 陈浩 陈浩试一下 哎呀 陈浩肚子那么大 居然可以够得着 啊 我平时健身 是他们全的啊 陈浩在那掰腿 已经掰了十分钟了 来 斯敏 手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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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容忍度不好 来 王刚 王刚已经开始刷上了 王刚摆出了一副 思想者的造成 来 我们 吴建平来点评一下 这些所有的老板当中 你认为 他们谁完成的动作 更接近于你的动作 我觉得应该是 韩树的好走 是吧 其实要真正来说 像我刚才刷牙 第一个环节 我偷袜子穿袜子 这个是很难的 穿袜子 用脚就不靠手穿袜子 这是我 独立遇到的第一个困难 来 看看吴建平穿袜子 这个袜子看着特别简单 当时我妈就说 你要是能把袜子自己穿好 我就相信 你能独立 然后就给你这个机会 当时第一次 其实我是做不到的 比如说这个 双脚 我只能 很眠 因为我脚 有一定的灵活度 我只能勉强把这只袜子穿上 这只是我无论如何 做不到的 像这个袜子 我故意把它弄烂 然后玩手机什么的 也挺合适的 其实像穿袜子 刷牙这种生活的小细节 就特别特别多 我现在这一年 就是说上大三 到现在一年多了 我所有的东西 包括买饭 洗澡 洗衣服 穿衣服 上课 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做的 就是说每次 你想独立的话 都得想办法去解决 你不能说 我做不到 我总要哭吧 一个二十多岁的人 我觉得我做不到 我已经理解了他的不容易 对 我觉得不单是不容易的问题 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经常说 有些求职者 为进入职场 没有准备好 所以建平他其实 是为了为了找工作 为了让老板们 不顾虑说 因为他身体不便 可能会给企业代表不便 用了一年的时间 做足了准备 这是真正准备好 进入职场的 其实我想多说一句 其实这些东西 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唯一的差别 就是一个意志力问题 其实毅力本身 也是一种能力 好 对于这样的一个 生残之间的一位选手 第一轮选择 去火力 好 刷斩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才 有PPT是吗 对 来 像第一张 就是所刷斩那张 就是我刚才演示过的刷牙 然后第二张 是我洗衣服的 像这个春夏秋冬四季 都是用冷水洗衣服的 用脚 然后第三张 是这个 我骑自行车 我小学的时候 四年级到六年级 这三年都是骑自行车 从我们家 到学校 两公里左右 每天往返四趟 坚持了整整三年 有一个具体的问题 电脑会不会用 电脑会 办公啊什么的 电脑我觉得 我比我周围的同学 打字速度多少 90%的人都要数量 打字速度大概有多少 比如说我有时候 一分钟 出去做立志演讲的话 我没具体算过 比如说写一个 五千字 一万字左右的演讲稿 一个上午或者大半天 联想带写 五千多字 可以写完 不错 来 把这个解读完 下一页 下一页 这是我高好成绩 在生活中 很多人会觉得 你没有双臂 你是不是被学校特招的 你是上的是 很一般的学校 我想说的是 这是我的高好成绩 所以说我虽然 这个身体情况特殊 我觉得 我在这个社会环境 竞争中 我还是应该在 这个大环境里边竞争的 像我小学 初中高中上 那么多年学 几乎每次在班里边 都是第一名 还有吗 下一页 这个是我写的 刚才可能那个姿势 不太好 写的不太好看 这个是我正常的一个状态 这比了有些老板的 做得多好 来下一页 这个是我在学校里边 一些荣誉证书 比如说我参加我演讲比赛 得过省级的演讲第一名 还有中国大型自强之星 等等这一系列的奖学金 还有国家励志奖学金 一系列的荣誉 这个是我经常去做 励志演讲 在我周围的那个小环境里边 我觉得我能比 百分之九十的人做得优秀 所以说 大家请我去做励志演讲 我参加这种活动还比较多 还有吗 没有 建平你知道吗 你是现代版的 约翰·库提斯 对 庄安·库提斯 澳大利亚的非常知名的 激励大师 他是没有四只 成为激励大师 对你知道的 所以你是现代版的 我相信你一定 把你的正能量 能传递给更多的人 相信我们就很详细地了解了 吴建平在生活当中 感动我们的一些事情 他的求职意义上是教育类 像教育培训类 我比较偏向教育教学管理 课程咨询顾问 当然我现在没有工作经验 我其实对教育培训行业 还不是特别了解 但也接受老板认为 我适合的工作 他对自己的定位还蛮准的 他有准备 你还可以做培训师 非常优秀的培训师 将来成为激励大师 其实下边那份详细的简 那边有培训师 口齿清晰 有一定的情绪和感染力 你说除了教育类的 其他的你也愿意尝试 互联网的我愿意尝试 我愿意挑战 就是说哪怕这个事情 特别棘手特别难 我愿意尝试 当然前提是 我觉得我能做 你比如说建平你上来 就是这个灯泡坏了 我死都不干这个 我确实做不了 但是我觉得我有能力做的话 看似很难 但是我愿意去尝试 是这样一个状况 他的脸上就很平淡 他不会激动的时候流眼泪 或者是说气馁的时候很沮丧 他一点都没有 他始终是一种很坚强的状态 有些人在这上面 说到自己的时候 要不就流眼泪 然后要不就怎样 他没有 他心理状态特别好 真正穿越了苦难 有时候大家说 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以我的经历来说 我觉得我能坚持得到今天这个阶段 以后可能风风雨雨 挫折困难可能会更多 但是我觉得我有能力越过他们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谢谢大家 建平你是非常健康的正常人 甚至比很多正常人还要正常 还要健康 你才是真正的这个新青年的偶像 我会从头到尾一直支持你 一直顶你到底 谢谢 谢谢老师 在接下来的第二轮选择 很有可能会爆灯 新的规则 一旦爆灯之后 大家在提供职位的同时 可以直接的甩出你的心惊 以及你所有的待遇 来直接抢人 好吗 第二轮选择 去国流 新的规则 一旦爆灯之后 大家在提供职位的同时 可以直接的甩出你的心惊 以及你所有的待遇 来直接抢人 好吗 第二轮选择 去国流 好 果然爆灯 好 现在开始抢人 在提供职位的同时 可以拿出你的优厚的待遇 或者是薪酬 好 来 王刚 建平 我也一直没说话 被你震撼到了 我诚挚地邀请你加盟 报方影音 作为我们的电话的客服人员 薪酬我会稍后一点再提 好 思敏 你好建平 我觉得你一路 都是一种尊重的代言人 所以思敏文化给你准备的职务就是 未来可以把你慢慢的在这个平台上展示出你的优点 特色成为一位优秀的励志讲师 这是我给你的 工作地点再给金 薪水一万起 一万起 王刚 你现在为止还是保留你心惊的数目是吗 一万二 一万二 看看后面会不会一朝高过一朝 建平我想这个是环节我必须要站起来 我觉得是对你的这样一个尊重 富华资产呢是一个金融管理机构 所以你是学经济学的 所以我想再给你这样一个职位 是把你破格进入到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一百名 叫金融营养师 底薪呢 我想我会开出我们在非你莫视平台上的最高薪酬 底薪是一万五起 其实我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员工 我其实我在这里看到的是我的一个合伙人 我的创业这个项目就是专门针对大学生的创业职场的能力养成平台 薪水 二十万起 严薪 同时 创业合伙人 谢谢刘志 听到这个二十万的时候 包括这个过万的薪金的时候 我心里其实是想刺扎了一下 我特别怕出现这种情况 我觉得我有多大的能力 你看到我有多大的潜力 给我开多大的工资 我一个应届毕业生直接拿二十万 我觉得我虽然很自信 但是我还没有自信到我可以到那个程度 我应该给你是我们集团的管理培训生 我觉得你现在还不能很准确的定义具体去做什么工作 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回到职场的主流里了 你还是刚毕业 所以我给你管理培训生 那收入我想我剩下给了五千 但是综合收入不会低于一般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正常的 这个跟学校跟职场经验匹配的一个道理 那我想给你的是我们的运营的我的助理 我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你一点一点的成长 我也希望通过你让我变得更坚强 我给你的薪金是七千 好 马瑞 私部给到你的身份 跟斯敏老师那个是一样的 是励志讲师 我希望开到的年薪是年薪十五万 谢谢老师 我希望通常给你的岗位是营销的管培生 方向是培训师的方向或者营销主管的方向 那么薪酬是适用期五千 转费以后七千 好 谢谢 好 如果你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来 我愿意培养 把你培养成微商的最顶尖的销售人才 我愿意给你的是一万起 加绩效奖金 谢谢 婉然 开始的职位呢 是荣城大学教务管理和培训师 其他的相应的待遇 因为你是非常非常健康的正常人 所以我会按这个职位的待遇给你 如果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的话再谈 我给你的职位是管培生 好 因为我还不能准确的知道 你在我公司哪个职位更合适 我一定带你一下 我给你开的工资 大概以你目前这个价格 就是我把你担成有手有脚的那对待的话 就是五千块钱左右 我给你我们的 给两个岗位 一个是呢 培训师 一个是市场部的专员 底薪呢是五千 好 谢谢 建平 作为推荐人来讲 我必须在这个时候要分享 我相信其实在今天舞台上 大家所有人都希望你未来能够拿到很高的水 都对你非常非常的认同 但是 说实话 大家 在刚才给新鲜的过程当中 激动了 有激动的成分 激动了 有对他 热血的那个成分 但是我 还是那句老话 在职场当中 拿得多 不如拿得久 我相信你是理智的 你放心吧 好吧 接下来十二盏灯 必须要灭掉十掌 留下两掌 回到这 请 不好意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提到大学生创业这个波动我的神经了 因为我们这属于特殊环节 所以咱们就不站上竞技台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我想问一下这个优胜的陈总 能不能在北京提供住宿 我可以给你一千的住宿补贴 这我也是上这么多年节目唯一的一次 谢谢你 刘家勇的20万年薪是一直给吗 给多久 我认为你跟我一起合伙来做这件事情 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它就是大学生的创业职场的真正能力的养成 所以他参与到你这个合作项目当中 他要付出的是什么呢 我相信他是一个很好的做企业内部运营的一个人 因为他很淡定 他很冷静 每一个人不是天生就会所有的东西 你要看 要看这个人的潜力 要看这个人的未来 这我想就是非你莫属的魅力 但我觉得真正的职场 可能更加的是理智 客观 冷静 而利于一个求职者 真正常有办法 那个徐月 我相信家勇是个感性的 我觉得他说的话是真心的 其实我一开始也有点 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可耻 我也是想用你的这个理智的这个精力 去感染我们的学生 后来我真的这么去想 我觉得那是在透支你的价值 我觉得我真正要为你做的是 培养你的能力 跟我们的企业slogan一样 有能力胜未来 所以我才给你定义到滚赔身 所以我刚才说的是 他的励志故事 可以经历 可以激励别人 但不能以此为生 他的这些身上的光环是无价的 而我最讨厌的是这些无价的东西 被所谓商业化的价值来评估 这是极为可耻的 我特别讨厌这一点 希望刘家勇 他不是这样的目的 好吧 接下来个选择权交给你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所以你的选择是 优胜教育 福能集团 或者是 谢谢再见 我选择优势教育 去吧 对于无价的人 我现在想起来 我还是会充满着 就是从我身边 做出一个人才的感觉 首先我给20万 我现在想想我都给爹了 对于这样的人才 50万一百万都不够 谢谢你们选择我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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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谢谢你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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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界的精英 站在一起 然后并且受他们这么重的 这个礼遇 这个欢重 我觉得当时心里面 其实挺激动的 那一刻我觉得 大家没有说是求职者 或者老板之间的区分 就很真诚的一种交流 那个希望有一天 你能代替我来这儿的照片 我相信我自己 所以说我这一段时间 我会 不讲其他台电 日日日日日地去沉下去 我觉得我能做到 谢谢大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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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